快看,这个胡子花白的老人正背着一把铁锹,伸手脚尖地往山上走着,他到底是要上山干什么?这么大年纪了,为什么还要每天都背着铁锹上山呢?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提到热带雨林四个字,相信即使不做过多的解释,很多人在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绿树葱龙,其花一草遍地盛开,真情亦受满地奔走的情景,无论在电视里还是画册中,一株株错落有致,高耸入云的巨树总能使人的思绪飘移到铁锹, 一个个充满原石与野性的世界,但是你们知道吗?时至今日,全球仅有森林不足三亿公顷,森林正以平均每年四千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,世界热带雨林的面积也在拒减,1999年仍以每分钟二十公顷的速度消失,照此速度。 2030年世界将无热带雨林,好在,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为了保护生态,重塑雨林做出了贡献,尤其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。 现年69岁的印尼老人萨迪曼经过24年的不懈努力,将贫瘠的山地重新变成了富饶的绿洲,还使当地村民重新用上了干净的泉水,成为了村民眼中的生态战士。 视频中这位胡子花白,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萨迪曼爷爷,萨迪曼住在印尼中爪瓦省的一个偏远山区,他几乎把所有的光和热都撒在了家乡的这片热土上,但早在24年前,印尼中爪瓦省发生了一起山火,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使得这片土地变得越来越干旱。 河流和湖泊也开始干涸,村民们的生活也变得苦不堪言,但是大部分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每天都只是向村里的供奉的神明祈祷,祈求神明能够显灵,继续护佑这片土地,但萨迪曼爷爷却没有和村民们一样一昧依靠所谓的神明,根据他的经验,只有植树造林才能为当地的村民保住水源, 于是为了保住水源,萨迪曼爷爷戴着护林园的帽子,穿上野生动物园的衬衫,开始了他的植树造林之旅。 在刚开始的时候,村民们没有人理解萨迪曼爷爷的行为,他们反而觉得萨迪曼爷爷的所作所为是愚昧的。 尤其是当村民们看到萨迪曼爷爷把树苗带回村里的时候,大家都嘲笑他,奚落他,因为他们感到不安,村民们相信这些树里有鬼神。 甚至还有的,村民因为萨迪曼爷爷用自家的山羊去换树苗而植树他为疯子,但是,萨迪曼爷爷并没有理会村民们的误解。 儿时依旧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植树造林的工作,当然除了种树,萨迪曼还种植丁香花和菠萝蜜等植物,他通过出售这些植物或者以获益获的形式来保证可以继续种树。 好在,萨迪曼爷爷的努力有了回报,经过24年的时间,萨迪曼爷爷成功地把这250公顷的荒山变成了绿地,保住了水源。 现在山上的水源可以提供清洁的生活用水满足村民需求,还能用于农田灌溉。 而村民们现在也都理解了萨迪曼爷爷举动,才发现萨迪曼爷爷是正确的。 以前靠天吃饭,村民一年只能收成一季,现在山上有了水源,村民们一年可以收成两到三季,村民们现在也都很感激萨迪曼爷爷,都亲切地称他为生态战士。 萨迪曼爷爷现在依旧在坚持着自己植树造林的工作。 并且,他说自己会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因为他希望村民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不要再去烧毁森林了,无独有偶。 在我们中国,也有两位像萨迪曼爷爷一样为了生态环境而奋斗的生态战士,但是他们却和萨迪曼爷爷有着些许不同之处,到底是什么呢?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在中国河北省景行县野里村,两个56岁的残疾好朋友相互扶持,用15年时间植树上万棵,硬是把寸草不生的荒滩变成了绿意浓浓的树林。 自2002年以来,每逢早晨吹烟鸟鸟,村民们就能见到一对老友的影子,贾海霞脱着贾文旗空荡荡的袖子,缓缓地从河滩上走了过去。 2000年时,作为家中的主心骨的贾海霞,在工地工作时,双眼被意外弄伤,自此便失去了光明。 而壮年的他,也因为双目残疾而失去了工作,贾海霞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。 而贾海霞的青梅竹马贾文旗,三岁时就因为电击而断了两条手臂,比贾海霞更早经历黑暗时刻的他,时常去安慰海霞,引导他从失忆和挫败中走出来。 到了2001年,兄弟二人灵机一动,决定在村里承包一处没人要的50多亩的河滩,并在上面种植树木来赚钱。 村委会议厅,大喜过望一分钱都没要,二话不说,就和兄弟俩签下了一份合同。 虽然和贪得的不要钱,但购买树苗可是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,于是穷得叮当响的两人,就想出了一种比较简单的牵插法,来种最容易成活的杨树和柳树。 因此,他们每天要做的,就是把树枝砍下来,然后到河边的荒地里去栽种。 这样用牵插法,来种树的工作量,对普通人来说,就已经算繁重了,更何况贾海霞和贾文奇兄弟俩还是两名残疾人,但是兄弟俩却不这么认为,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残疾人。 不得不说,兄弟俩的心态实在是太好了,因此为了完成巨大的工作量,兄弟俩每天清晨就早早地来到河滩,没有双臂的贾文奇会熟练地帮助双目失明的贾海霞爬上一棵大树。 而什么也看不见的贾海霞竟然能站在大树上,精准地砍下树枝,然后贾文奇会先把贾海霞背过河去,在自己躺河回来被树枝来种。 由于两人身体上的特殊,他们只能用钢签和铁锤来种树,这就更增加了兄弟俩种树的难度,但是他们并没有知难而退,而是迎难而上。 即使在第一年哥俩辛辛苦苦移栽下八百棵苗,只活了二棵的情况下,两人也没有放弃,十五年过去了,这片曾经荒芜的河滩上已经生长出了数以万计的树木,有人计算了一下,如果把这些树木都卖了,那就是五十万。 贾海霞和贾文奇两兄弟现在都是靠着低宝和残疾人补助生活,一年也就两千多块,但是,即便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下,两兄弟也没卖出一棵树,兄弟俩现在对这些亲手种出的树木都有了感情。 为了环境,为了后代,两位老人决定,不砍一棵树,留着这片刚长起来的林子,他们想把剩下的几亩,空地,种些经济林,既可以绿化荒滩,也能多些收入。 这样的老哥俩,实在是太伟大了,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实在是令人羡慕。 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树木从我们的身边消失,那么就从今天开始。 从现在开始扩大我们的保护绿色生命的绿洲保护我们的一草一木,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动中来,让我们的家园成为永远的绿洲,让地球重新容颜焕发,恢复活力与生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